面对家暴男回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付出代价 小美将男友阿亮的尸体藏在仓库的冰柜里 可第二天阿亮竟然离奇复活 趁着小美熟睡的功夫 独自来到仓库前试图打开仓库门 可仓库被小美牢牢锁住 阿亮想用暴力解决问题 可不料动静太大不慎将小美吵醒 等到天亮小美发现男友阿亮不在家 急忙跑到仓库确认情况 看到一切相而无事后 小美也放下了心 就在这时小美接到一个电话 匆匆离去之时 竟然忘记锁门 等小美忙完 她想找母亲谈谈关于男友的事情 母亲也很开心小美的到来 问小美对男友阿亮了解多少 回想起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小美在蛋糕店不小心撞翻了阿亮的蛋糕 意外得知两人是同一天的生日 而她也仅仅只是知道 他们俩是同一天的生日 她与母亲见面还没了多久 母亲雇佣的私家侦探 来找她汇报调查结果 小美在等待的期间 看到仓库的钥匙在自己的包里 小美突然意识到 自己没有对仓库上锁 小美拎起自己的包包 急忙向家赶去 毫不知钱的母亲一脸 等她赶到仓库时 发现兔子百剑不在面朝墙底 看着冰柜上的兔子百剑 小美觉得阿亮一定进来过 并且发现了自己曾经的尸体 而另一边在小美离开后 侦探给了母亲一张 关于阿亮面世的简历 娘と誕生日が同じだって言っただけで 3月8日 娘の誕生日を9月8日 9月8日